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10日报道 台湾海军10日起连续四天在东南部进行导弹射击 射程超过蓝百公里 穿越绿岛级蓝宇 10日上午海空域全面关闭 据报道 台湾海军10日是13日 共计四天进行导弹射击 范围从屏东九棚基地至绿岛级蓝宇外海 射程超过蓝百公里 军事专家分析可能是穷风系列导弹的实弹验证 及年度操演训练 报道称10日早上7点多 空军雄鹰号高级教练机在台东太马里靶场 炸射训练结束后 紧接着东南部海空域全面关闭 海上出现舰艇 沙滩上指挥作业车完成部署 随即无人机展开即将 报道还称解放军军机自5日起 已连四天巡航台东南空域